相信大家都看过或者听过《盗梦空间》 但是有一部电影上映比它更早 虽然制作成本不高 但内容的精彩程度却能和《盗梦空间》不相上下 反正小心看完都忍不住再看一遍 快来挑战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一次看懂 方映社今日主打悬疑白茶 各位走过路过别错过 是谁让我恼死了即将开讲 马丁是一名研究大脑的科学家 每天都把8号实验室当成自己家 而他们要做的研究也很有趣 是通过电流来控制大脑的不同区域 从而得到各个分区的反馈 闲暇时 马丁时常喜欢站在窗边眺望远处 他的办公室位于8楼 可以看到不错的城市景色 正在发呆时 他的老朋友吉姆突然到访 男人脸上愁与满面 他抱怨马丁总是意气风发 好像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烦心 确实 一毕业马丁就娶到了斑花 事业上也顺风顺水 不像吉姆不仅是孤家寡人 工作上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毕业后 吉姆一直在尤尼斯任职 如今已经坐上了主管的位置 但在不久前 他手下的技术人员霍西 不知从谁那里听说 自己的妻子与公司老板康克林有染 长久的工作压力 加上突如其来的谣言 导致霍西患上了严重的妄想症 最后竟在发病时 杀死了家中的妻儿 现在他被控制在 湖畔医院的8号病房 之前一直负责的计算工作 被迫终止 现在全公司上下 都在等待这个关键数据 无奈 吉姆只能向马丁求助 一开始 马丁并不同意为公司做事 但吉姆却说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实践机会 于是马丁来到湖畔医院 见到了疯疯癫癫的霍西 男人一副科学疯子的模样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 打量着马丁 在确认此人值得幸运后 他开始了自己的胡言乱语 马丁试图打断他 结果完全插不上话 看来面前的霍西病得不轻 于是马丁为他安排了一次大脑检查 根据脑电波和图像资料显示 霍西的妄想症十分严重 马丁将此时告诉吉姆 表示现在的情况如果想要治疗 只能进行开炉手术 但是这项技术并不完备 至少还要再等四年 吉姆现在就想要拿到数据 为此他表示 只要马丁愿意帮助他 就会加大项目注资 马丁一时间陷入两难的境地 他抱着带来的大脑标本准备回家 谁知刚出公司大门 就遇到一个衣衫褛褛的流浪汉 男人疯疯癫癫不停说 马丁怀里是他的大脑 马丁为了保护标本 不幸被过路的汽车撞到 脑袋直接撞上挡风玻璃 怀里的标本也彻底碎成两半 又损失一个标本 马丁变得郁郁寡欢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实验室 但额头上并没有明显的伤疤 进门前 他发现门上的数字又颠倒着 马丁下意识将其扶正 谁知一开门竟然见到了自己的死对头 男人表示自己的研究得到了更多的资助 现在需要征用8号实验室的场地 他命令助手去收拾标本 结果一不小心竟推倒了所有架子 看着自己的全部收藏毁于一旦 马丁惊恐地从床上苏醒 好在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 他此刻正躺在家里 妻子在一旁看书 马丁回想起梦中的场景 将其归咎于下午发生的那起小事故 但是他感觉很奇怪 浑身上下都没有不适感 额头也没有出血的痕迹 难道那场车祸也是做梦 他有些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不过眼下 马丁因为害怕出现梦里的情况 决定接下尤尼斯公司的委托 第二天 他就再次来到湖畔医院 为了能和霍西打好关系 他拿出自己的钱包 让对方去购买香烟 此局果然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霍西颤颤巍巍地点燃香烟 同意了接下来的研究 实验开始时 公司所有高层都来观看 只见马丁拿起一根通电的小银棒 在微弱的电流刺激下 霍西的面部开始惊乱 甚至不受控制地发出大笑 在霍西的眼中 他并非处于洁白的手术间 而是坐在法式风景的房间里 面前是两位面容慈祥的副太太在问话 当马丁问到他的家人时 霍西又在电流的刺激下来到海边 浑身湿血的妻儿坐在礁石上 追问那串关键的数据 可霍西却说 自己只是一名会计 根本不知道这些 收书室外的吉姆文言暴怒 马丁示意他不要着急 记得霍西曾说过 他在提防老板康克林的跟踪 没准在霍西眼里 此人就在这里 果然在马丁的询问下 霍西小心地看了眼房间角落 在他的视形中 浑身湿血的康克林站在那里 手里握着一把尖锐的锥子 不停发出节节的笑声 发现自己找到病灶所在 马丁果断出手 随着银棒探入大脑身处 霍西在一阵抽出活片的正常 原本的幻觉尽数消失 看来手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也让高层们相信 只要经过持续治疗 霍西总会想起那个关键数字 老板更是赞许地表示 可以讨论一下后续的合作与资助 吉姆开心的眉飞色舞 但是马丁却发现 自己也出现了同样的幻觉 霍西所说的康克林 站在房间角落 模样癫狂地冲着他笑 马丁一时间有些失神 但为了自己的事业 他还是驱车前往饭店 谁知在离开研究室的时候 他才发现 这居然是货妻的钱包 看来两人是在满烟的时候 忘记交换 严下时间紧急 马丁直接扔掉东西冲步迷进 但是在漫天飞舞的假钱里 康克林熟悉的笑声再次回荡 不仅如此 在前往饭店的路上 马丁注意到自己身后始终有一辆车 本以为是被人跟踪 结果却是自己的妻子 看来他最近也变得有些疑神疑鬼 妻子也觉得马丁紧张不安 二人刚来到饭店坐下 马丁就冲出去抓住一位客人 在他眼里此人浑身是血 正是之前手术室里的康克林 发现自己认错人后 马丁一回头就看到妻子正在和吉姆拥吻 可一眨眼 二人又恢复正常 不仅如此 他在回去时 竟然认错人坐错了桌子 好在有吉姆及时提醒 他才回到正确的位置 之后的谈话里 马丁屡屡出言不逊 气得老板起身就走 他却看到浑身是血的康克林再次出现 马丁二话不说起身就跑 谁知车子刚开出一段距离 康克林就站在路边拦车 即使马丁开车超过他 此人又会在下个路口出现 甚至在两个路口之后 康克林直接出现在车里 马丁一路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 谁知康克林一魂不散 还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妻子正在和吉姆放走 二人忘情地抚摸着彼此 下一秒 康克林出现在他们身边 手中的锥子狠狠刺下 他再次发出癫狂的笑声 马丁被眼前的一幕震惊 看着桌子上眼眶空洞的两具尸体 他不可置信地捂住眼睛 就在这时 隔壁邻居找上门 本想抱怨马丁家里太吵 结果却意外看到了他手里的铁锥 一看上面还带着鲜血 邻居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 马丁还想替自己辩解 谁知他竟然在病床上醒来 身旁的护士表示他在做噩梦 询问马丁是否还记得梦境内容 这时男人才发现 自己现在竟然在湖畔医院的八号病房 他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医生听到吵闹声进入病房 马丁认出了面前的男人 正是频繁出现在幻觉里的康克林 马丁试图让护士相信此人很危险 但这些在别人眼里 这些都是马丁在发病的表现 将护士取来震惊剂 马丁极力反抗 可惜于事无补 厌务推进体内后 马丁感觉无比亢奋 他不停表示医生想要谋杀自己 医生倒是已经习以为常 因为马丁确诊了人格分裂与妄想症 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一个名叫霍西的人 不过这其实只是马丁分裂出来的人格 也就是说 马丁就是霍西 霍西就是马丁 所以他也并不是医生 而是一名数学家 看着桌子上熟悉的铅笔摆放姿势 马丁感觉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 他躺在担架上 任由医生将自己带到办公室 二人一进门 马丁就感觉无比熟悉 不仅前台的秘书是同一个人 就连房间内的所有陈设都一模一样 马丁对自己的人生履历到位如流 但唯一对不上的地方 在于公司的位置 他记得自己的办公室处于八楼 能远眺到城市的风景 可这里的窗外 却是一片鸟语花香 即使这样 他也不愿意相信 直到好友吉姆进入房间 他现在并非主管 而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派系 同时从吉姆嘴中 马丁再次听到了康克林这个名字 他不就是自己面前的医生吗 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自己的老板 马丁被现状弄得有些迷糊 趁二人不备 他从办公室逃走 为了躲避身后的追兵 马丁随便冲进一间房间 谁是里面观着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 女人强行将他拽进衣柜里撕扯衣服 马丁费尽力气才从他手里逃脱 此时他已经完全惊慌失措 见到面前有路就往里面跑 丝毫不顾 是否有更多的危险 马丁顺着楼梯来到最底层 谁至今看到肮脏不堪的房间里 观着各种各样的疯子 他害怕的原路返回 却遇到了等在门口的医生 面对马丁的控诉 医生表示那些都是他的幻觉 果然二人载到下面时 龙子里已经空空如也 这下连马丁都开始怀疑自己有问题 在医院的电机里 他再次陷入一阵剧痛 等马丁重新苏醒时 他依旧躺在病床上 消失多时的霍西突然冲出 他表示 所有变态杀手都被关在同一层楼 也就是说 马丁之前的部分经历并不是梦 虽然他并不能确定哪些试真 哪些试假 但马丁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杀人 于是霍西叮嘱他 无论如何都不能去做手术 霍西准备替他解开束缚 一起逃跑 正好赶上护士查房 他只好先躲进一旁的衣柜 等护士离开后 马丁连忙呼唤霍西 谁知对方迟迟没有动静 恐怖的模样将马丁吓醒 仿佛刚才的遭遇只是一场噩梦 但霍西再次进入房间 甚至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见他又要躲进衣柜 马丁本想阻止可已经来不及 这时 妻子从门外进入房间 他深停地看着病床上 马丁不由得有些诧异 难道妻子看不见自己 顺着妻子的目光看去 放在床尾的病历本上写着 马丁的大脑因车祸遭遇了损伤 就在这时 西装阁里的吉姆推门而入 他将马丁妻子摞在怀里 眼前的场景让马丁愤怒不已 他拉开衣柜准备去找霍西 结果竟然在一片漆黑中一角踩空 不知为何 衣柜后变成万米高空 他死死抓住门框不敢松手 而吉姆似乎听到衣柜里传出声音 站在门口反复查看 吉姆正好踩在马丁手上 剧痛让他忍不住放手 最后他落入一片汪洋 霍西也在里面 他称这里是自己的大脑 他不会在这里受伤 可话音刚落 海里的巨兽就将霍西吞入腹中 最后 马丁顺着浪花飘到岸边 身体终于接触到松软的沙滩 但还没等他松口气 就有人向马丁扩来凉水 定睛一看 他竟然趴在一家饭店门口 老板当他是醉汉 毫不留情的驱赶 马丁只好狼狈地爬起身 莫名其妙来到自己的公司楼下 电梯停在了熟悉的八楼 大门上写着霍西的名字 看着屋子里的陈设 马丁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一切都没有改变 只是桌边的黑板上写着复杂的公式 而且结果根本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 就在这时 硌上的电话响起 对方称呼他为霍西医生 马丁不明所以地环顾四周 发现所有证件都写着霍西的名字 没等弄清眼前的一切 就有人要来抓马丁 于是他果断逃进电梯 意外遇到了自己的死对头 他开口就管马丁叫霍西 这让马丁无比抓狂 电梯门一开 他就向外面冲去 结果他竟发现自己在尤尼斯公司楼下 远处那个熟悉的流浪汉再次出现 可惜流浪汉根本不记得他 紧接着 马丁见到了坐在车里的吉姆 本以为对方能帮自己离开 结果康克林就坐在后面 他们将马丁送回了湖畔医院 在熟悉的手术室里 康克林开始了开炉手术 但是马丁依旧不承认自己是霍西 医生提到了庄重梦迪的典故 外面的吉姆也在不停劝他回想方程式 见马丁举不配合 老板下令让医生抹住他的记忆 随着银帮插入大脑 马丁感觉自己在一阵痉软中回到车上 他无法控制车速 最后静眼睁睁看着汽车撞上自己 真切的撞击让躺在手术台上的马丁浑身一颤 吓得旁边的医生连忙呼唤他 长生的马丁恢复意识 他朦朦地询问自己究竟是谁 他们正在干什么 主刀医生一一回答 你是马丁医生 因为遭受创击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脑出血 此时你的妻子和朋友就在窗外 马丁这才放心地闭上眼睛开始手术 不知过了多久 马丁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来到卫生间 获系一副医生打扮从一旁出现 但是他像不认识马丁一般上下打量 马丁毫不在意 他对着镜子解开头上的纱布 在厚重的假发下 是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 他顺着刀口掀开自己的天灵盖 原本装着大脑的地方空空如也 只剩下几只试图震吃高飞的蝴蝶 梦境外响起医生的说话声 收触他上的马丁情况不佳 血压在急速下降 片刻之后 他就彻底停止了呼吸 手术宣告失败 妻子忍不住留下痛苦的眼睛 吉姆跟在他身后安慰 助手进入手术室收拾卫生 没有人注意到一只蝴蝶停在此处 手术结束后 马丁的大脑也被做成了标本 但是李英已经死亡的他 竟然还拥有着自己的思维 他泡在福尔玛林里不停思考 自己现在究竟处于哪里 标心上的病症清晰地写着妄想症 这是否证明 之前的所有一切全部都是马丁的幻想 《事实让我恼死了》作为上映于1990年的美国惊悚片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后续的很多作品 这是一个与梦境千套相关的故事 电影《最后的旁白》令人浮想连篇 马丁医生究竟是何时患上妄想症的 虽然从剧情发展来看 一切奇怪的事情节点就是那场车祸 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 马丁医生在车祸后陷入昏迷 之后的所有经历都是层层堆叠的梦中梦 毕竟他车祸时明明被撞破了脑袋 可额头上却没有出现伤疤 至于老板康克林的形象 则源自车上的那个标志 或许就是昏迷前的匆匆一撇 让他的大脑将碎片化的信息整合在一起 诞生出了一场光弹怪异的梦境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如果他一直陷入昏迷 大家又是怎么发现马丁患有妄想症的呢 要是联想到结尾处大脑标本的词说字话 会不会整部电影其实都是标本做的一场梦 而马丁生前就是一个患有妄想症的数学家 一直在帮助公司研究数据 但由于患病无法完成研究 所以接受了各种实验 在剧情的细节里可以看到 马丁的实验室和病房都是8号 会不会他一直都在湖畔医院 而且在英文中 博士和医生的单词相同 所谓的马丁医生其实是马丁博士 这也正好与电影中提到的 庄州梦蝶这一典故呼应 究竟是庄州梦到了蝴蝶 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州 你们更偏向哪个剧情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情留言讨论哦 好了 放映社到这里就要打烊了 各位临走前不要忘记留下茶欠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了 拜拜